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2号报道 已于去年12月关闭的小林制药公司大阪工厂 在去年4月曾因生产过程中的疏忽 导致33公斤红区生产原料 在混合搅拌过程中散落在地 其中部分原料随后被收集 并与其他红区原料混合后出货 小林制药公司方面称 发生这一问题的红区原料 是用于食品着色用途 与含红区成分问题保健品事件 无直接关联 大阪市市长恒山英姓12号称 大阪市将继续对该工厂的 卫生管理体系是否存在问题等情况 展开调查 围绕小林制药公司 含红区成分问题保健品事件 日本消费者听连日来 对日本国内全部约6800种 功能性标示食品的安全情况 进行排查 目前的结果显示 此前医疗界人士 曾向各相关企业提出过 117份健康受损报告 涉及18种功能性标示食品 日本消费者听计划 根据本次排查结果 对功能性标示食品制度 进行改革和规范 中文章音乐 中文章音乐 中文章音乐